各位網友, 大家好 現在是十月十二日星期一 回應網友KM先生的電郵 他問我關於Stokport周邊附近的小鎮 甚至Village的問題 他問的是Devonport 我先放大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Stokport 這就是Devonport Devonport在Stokport的南邊 一路下 就是Brown Hall 這裡是Handforth 再下 就是Wilmslow 這裡是Wilmslow 到Devonport 再由Stokport 一路下 就會到Hazel Grove 我回答了KM先生 他先問我學校的情況 因為 因為Devonport 接近Cittahum 和Brown Hall 如果你有興趣 在Devonport 你不如下一點去Brown Hall 或者Cittahum 這兩個地方 想想更好 第一間 第一間 Brown Hall High School 就一般 接著 但是這裡 Cittahum High School 非常之好 超級的 只不過來Cittahum 中間 入不夠一米 看上去 看上去 這個Cittahum School 是Independence School 就是私校 這些 都是私校 特殊學校 我選擇幾間 因為有些是私校 和特殊學校 我不會再說 這間 St.James Catholic High School 就是Secondary 亦不錯 離開 Cittahum 1.39米 KM先生 亦都問我 Hazel Grove 好不好 這裏 Hazel Grove High School 就是3米 所以就一般 這間 Independent 這間 Special School 這間 又是Independent 這間 Loris Cittahum 我就未聽過 但它是Secondary 但它又沒有 Off That 那個Assessment Report 我不敢評論 St.Pod Grammar 是一間好的 Independent School 就是私校 所以 它是好的 我知道它是好的 但是它沒有 Ostic 報告 Ponten High School 差不多到 Marklesville 那邊 就是好的 一間學校 差不多到 Ponten 那邊 這些也是 就是 St.Pod School 這間 Hum Hall Grammar 也是一間好的學校 但是它是私校 這些是Special School 這些是Special School 這些是Independent 是私校 St.Pod Academy 我就未聽過 19間 找屋方便 SK87JY 就是 Cittahum High School 那個Postcode 就是說 Outstanding 那間 政府學校 政府學校 我就找他一米 一米 一米 那個半徑 第一間 290萬 三間房間 Semi Detached 這間 0.4 1米 這間 0.26米 235萬 這間 又是三間房間 Seemore Road 0.24 這間 又是三間房間 Longhurst 269 這間 Sewsbury Gardens 290 290 3 295 3房間 295 4房間 295 這間 299 3房間 都是 1米 半徑 就是半徑 範圍 Cittahum High School 那 我自己打了 就是 150 至300萬 最低限 是三間房間 任何種類的房間 我都打了 那 如果你說打 2房間 達出 14個 3 8 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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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最便宜的價錢看 2房間 175 2房間 175 179 2房間 179 2房間 195 2房間 199 2房間 199 2房間 那就是說 你如果在Cittahum High School 如果要找房間 如果去兩個房間 你不怕住 Apartment 一百七十幾 已經有交易 那 你去到 半獨立 三房間 300萬 都會有交易 那 KM先生 就問了我 Devonport Offerton 和這個 Hazel Grove 首先說Devonport 和 Offerton Devonport 就是在 Stockport 的南面 近柴棍的方向 去 沿著一條路 叫做 Brown Hall Road 一路 一路 就帶你們 就帶 那些車去到 Brown河 我之前說過 Brown河 是一個好區 一路 越來越 都會好 一路都 由Brown河 轉 亦都去到 Hazel Grove 但是 Offerton 就是在 Stockport 的 東邊 這個區 我就 我就 不太 介紹 因為 我知道 比較 ROUGH 正如我 說過 我對於 那些地方 不熟 就不想多說 但是 你問到我的意見 給你們 那些地方 我就 不會 建議 你們去住 因為 KM先生 他有他的 預算 我就 將他的預算 將貨就價 會介紹 Devonport 以南 甚至 去到 Hazel Grove Hazel Grove 是一個 不過不塞的 社區 由 Hazel Grove 一路打上去 上去 就可以 去到 山區 南邊 就去 Cheshire 柴郡 Bramhaw Ponten 那些地方 屬於市郊 逢是市郊 萬城 南邊的市郊 都不錯 都是不錯 Geyon 比較太平 還有 周邊的社區 都比較整齊 整齊 沒有緣緣 所以 我會建議 KM先生 選擇 去 Chidol Chidol Bramhaw Devonport 還要 向下 向立 那些地方 選擇 因為 他們的預算是可以做到的 做到 一個 不錯的 很合理的 一個住宅環境 不錯的 剛才 在 Wrightmove 我們都看到 你如果有 300K 的 房子都不錯 如果你說不想花太多錢 開頭買個 Flat 買個 Apartment 也要 100到 200頭 都會有 Apartment 都會有 甚至乎 你打算住 House 200萬 港幣 200多萬 港幣 都可以 達到 都可以 買到 環境 就視乎 總括來說 Devonport 接近 Bramhaw 接近 Cittahill 甚至 你去到 Hazell Grove 那邊 有這樣的預算 都可以 如果 想更加好些 就可以去 買 考慮 Bramhaw 和Cittahill 較南面 接近柴棍 柴棍 那些屋 更加好 Cittahill 和Bramhaw 仍然屬於 大曼城區 的 鎮仔 OK KM先生 可以想 right move 自己度一度 把radius 拉 拉落些 拉去 自己看看 基本上 你可以 沿著 心儀 中學 打 中學 postcode 打周邊 半徑 四分一米 半米 一米 路 可以這樣運 縮窄 範圍 我剛才看過 我建議 P先生 住 Bramhaw 和Cittahill 那兩個地方 Hazell Grove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今天 我回覆 KM先生的問題 下一個影片 我會錄一錄 關於 宴梳 很多網友都問我宴梳 宴梳 我都蠻熟 我會 下一個影片 再和大家 談一談 宴梳的問題 今天 錄了 下一個影片 再見 拜拜